桃園機場捷運昨天首度與列車全滿載的情況來測試 在列車裡裝滿沙包 總重量相當於坐滿了855名的乘客 以時速90公里的速度來行駛 測試它的穩定度 列車上堆滿了沙包 五截車廂總共放了2561個沙包 總重量達63.2公噸 準備進行最大載重測試 因為桃園機場捷運 即將在農曆年前公布營運計畫 下午首度進行全載測試 模擬列車最擁擠的狀況 相當於坐滿855名乘客 看看列車的穩定度如何 以列車行進的速度最高90來做一個測試 那A6A7那邊因為是 我們這邊線型比較特殊一點 是長朵坡 所以在那邊也會做一次測試 當然那邊的速度會比較低 大概60幾 陶傑公司表示這次列車測試 選在A11坑口站到A10山鼻站 因為這兩區路段較為平坦 長度較長 因此主要測試是以90公里的高時速 測試列車運行的狀況 而為了方便旅客放置隨身行李 後來也會拆掉直達列車的部分座椅 增加行李放置空間 陶傑公司強調會針對這些測試的數據 進行分析改進以確保行車順暢穩定 以旅客安全為最大目標 而農曆春節前就會公布市營運方案 記者賴水民 蔣龍翔 桃園報道 記者賴水民 蔣龍翔 桃園報道